在中国古代,黄色通常是皇室的专用颜色,陈明是不能擅自使用黄色的,不然就是阅理为之,后果不堪设想。 在我们的印象中,古代皇帝的龙袍就应该是黄色,那么为何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穿的却是黑龙袍呢?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实际上,古代皇帝穿什么颜色的龙袍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喜好。 黄色成为皇家的御用颜色是在唐代之后,在唐代之前,皇帝的龙袍也并非是黄色,可以是黑色,红色等,平民百姓也是可以使用黄色的布料制作服装的。 但因为古代的印染成本过高,普通百姓为了省钱,衣服大多都是寻常的麻布衣服和粗布衣服,衣服的颜色也多为本色为主。 秦始皇穿黑龙袍是因为黑色是秦的吉祥色,也是秦始皇建立秦朝后推演武德始终的结果。 按照从始到终,终而复始的武德始终说,秦朝应属水德,秦始皇为了将秦朝打造成水德之朝,为此做出一系列的规定,比如,因水德居黑,故而秦朝崇尚黑色。 服饰、君旗、伏节都以黑色为主,秦始皇本人的服饰也是如此。 除了秦始皇的龙袍是黑色外,西汉时期的龙袍也沿袭了秦朝龙袍的特点。 所以西汉时期的龙袍和秦朝时期的龙袍大体相似,也是以水德居,服黑色。 所以除了秦始皇穿过黑龙袍外,汉高祖刘邦及西汉初期的一些皇帝也穿过黑龙袍。 后来随着地位延续,人们不再以玄色为尊,和黑色相近,黑里带威斥的颜色,黄色才逐渐成为皇家的御用颜色。 秦始皇推演武德始终,因秦朝对应水德,从而身穿黑龙袍。 嬴政清政掌权后,便开始积极推行统一战略,从公元230年涅寒开始,用时十年,秦国终于吞并了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其六国,最终完成统一大业。 在公元前221年,嬴政称帝,建立大一统的秦王朝,秦朝建立后不久。 秦始皇便开始推演武德中史的次序,武德中史说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。 那么,秦始皇为何要推演武德史终呢? 原因是秦始皇想用武德史终的逻辑证明秦朝的建立是武德循环,天命流传的必然。 这样不仅可以向天下百姓产施了改朝换代的事实,也能用合理的解释来证明秦朝的正统性。 秦朝建立后,秦始皇便想找到一套适合自己的理论来为秦朝证明。 众所周知,秦一直以来遵从法家思想,但法家主张依法强国, 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证明秦朝的合法性。 秦始皇只能从朱子百家中重新寻找一套理论为秦朝证明。 不过很多学派的思想并不适合秦始皇,如儒家主张得志和人证。 道家的无为而至也不行,墨家的奸爱非公也不适合。 于是,秦始皇想到了阴阳家。 因为阴阳家提倡阴阳五行学说,并以此学说解释社会人士而得名。 阴阳家代表人物邹眼根据五行相声相胜的理论,将木、火、土、金、 谁五行属性解释为五种德性,并以五德从始到中,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, 用以作为历史变迁,王朝心肺的规律, 可以为新兴建立的王朝提供理论根据, 从而达到为社会变革进行论证的目的。 晚年间的他,因为十分的热衷于长生不老之术的追求, 经常请各类道长为其做法事。 而道士的道服多为灰色和黑色,为了寻求长生之道, 他便穿着黑色的龙袍,以为自己得到成仙。 第二,与他统一六国有关。 统一六国之前,六国的皇帝也是穿着黄色的龙袍, 那些国家的皇亲贵族也用的是黄色的物品, 统一六国之后,于是他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主, 比其他的皇帝更加的尊贵。 于是,就想用比其他六国皇帝更加尊重的颜色来制作龙袍, 稍微有点美术常识的人都知道, 颜色越深就越接近于黑色, 黄色越加深也就越接近黑色, 为了表示他的地位。 就使用了更显贵族气势的黑色衣料作为基本服饰, 以此来以代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尊贵。 而且,黑色的寓意还带有一丝神秘的色彩, 与当时崇尚迷信和五行之说的秦始皇好像更匹配。 那么,至于为什么后面的皇帝又不敢穿黑色的龙袍了呢? 是由于秦始皇时期过后, 黑色所代表的意义就不同了, 后面黑色代表的多为不吉祥的意思, 一般用于丧事场所, 他代表的寓意也十分的不美好, 他一般代表悲哀,压抑, 深沉,肃穆,死亡恐怖邪恶孤独的意识。 所以,后面的皇帝还是选择了黄色的龙袍, 其二就是秦始皇之后的, 历代皇帝都没有像秦始皇这样的专权罢横, 也没有统一六国, 统一货币等等这样的丰功伪计, 所以没有一个皇帝觉得自己配得上黑色的龙袍。 从上面两点来看, 即使黑色的龙袍可能在审美上更加显得庄严和好看, 但是却与当时的文化不符合, 所以这些皇帝即使相穿, 但是碍于礼部的规矩他们也不敢穿, 历代皇帝都是最信天命的。 但是目前为止, 出现上面这种现象, 更为可信一点的是文化影响。 每朝每代都有他们推崇的颜色, 秦朝的时候上黑, 汉朝的时候推崇红色, 所以汉朝的皇帝的龙袍都是红色的。 即使到了现代之后也是一样, 现在的人们的虽然思想上已经比较开放, 但是偶尔的时候也是根据时代潮流的颜色选自己的衣服。 所以说古代皇帝穿什么颜色的龙袍, 只是根据了当时的流行的颜色, 还有当时的文化特色来决定。 那么龙袍来历又是怎样的呢? 龙袍这个东西的诞生倒是有点来透, 首先咱来说说它为什么叫龙袍。 主要是因为这件袍子上的花纹是有着九条龙的图案, 以表现天子的身份显赫, 另外还有白云和大山河流作为配图, 这个寓意显而易见, 就是表达了对于江山一统的美好愿景, 除汉、秦外、唐、宋属于火德。 除了经济繁荣和燃料技术的发展以外, 宫廷服还属于深红色, 皇帝何时又开始穿黄色的? 实际上, 这应该是从五朝十国到宋代的传统, 黄色和黄帝是谐音的。 根据对五种元素理论的分析, 黄色是五种元素中的土, 而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文明重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。 因此, 五种元素中的土代表着中间的土地与四周的荒蛮之地不同, 黄色也象征着正统, 就这样, 黄色变成了皇帝的专属颜色, 平民百姓不能穿黄色的衣服, 通过以上的了解可以看得出来, 在不同的朝代之中皇帝的龙袍的颜色也会发生改变。 而从隋唐时期开始, 黄色就成为了皇帝专用的颜色, 其他人不能随意使用了而黄袍加身, 这一个成语也就是在隋唐之后所诞生的一个成语, 也正是因为这样可以发现,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, 龙袍的颜色会发生改变。 一直到了隋唐时期, 龙袍的颜色才会被固定为黄色。 但是, 明史, 中有金国家成员之后, 曲法周, 汉, 唐, 宋, 福色所上, 于赤为一的记载, 明朝崇尚红色, 主要还是在于朱元璋, 朱元璋特别贴爱红色, 他在位时明皇宫中很多服饰, 用具都以红色为主, 就连他的年号红武, 红阴也同红, 他邪爱红色有很多种因素所致。 据《龙兴祠记》, 记载, 朱元璋出生时, 屋上红光逐天, 像是发大火。 当然这应该是后来编造的传说, 但也说明红在朱元璋眼里是幸运色。 二传说元顺帝时有人说出现了真龙天子, 穿红布衫, 于是元顺帝派人抓捕天下穿红布衫的人, 如此真龙天子和红色挂钩了。 明朝皇家姓氏是朱, 朱级是红, 似朱元璋起义, 是参加的红金军, 也是红, 五朱元璋建立的明朝, 五德正同属火德, 即属红色, 六朱元璋出身低微, 偏爱一些厚重, 大气的颜色, 恰好元朝时很多红色用具比较少有, 属于贵族用品, 比如瓷器中的幼理红瓷器, 比青花瓷还难得, 这也有一定的影响, 而之所以会把龙桃的颜色特意拿出来, 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能够展现出皇帝的特殊之处, 从而能够展现出皇帝身份的高贵, 这对于管控天下也是能起到一定的帮助。